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二下午的每週一股 身邊嘉賓請來Stanley Stanley 你好 今日Stanley為大家推介他的深水股份 不過推介之前還是先做一些回顧 上次Stanley推介的股份是白花油 股份是232 上次我和Stanley一起做節目 上次推介的時候 恒指五收是補30,574點 今日五收是補30,316點 下跌1% 點了258點 而Stanley推介的白花油 挺好的 持平 沒甚麼大的變動 Stanley忍不住 上次推介的時候是3.5 今天五收都是3.5 當時Stanley也給了一個投資建議大家參考 就是現價買入 目標就是5元 亦都不設止蝕價 就是中場線持有的 Stanley正常來說 應該都沒甚麼怎麼變的 是嗎 沒有的 而且這隻股份 真是好說不好聽 其實它為甚麼好像3.5 這個位置又那麼厲害 不跌不升 沒甚麼成交 沒有成交 而且這隻股份幾乎沒有甚麼波幅 所以為何會以為有這個 應該當日會有這個部署 最主要大家之前都知道 我擔心市貨會比較反覆 波動 波動性比較大 所以我選擇這隻 是防守性比較高的股份 所以這隻沒有 暫時策略上 都是有貨的 先拿著它 而且這隻股份 幸好有些息也叫做不錯 加上一連排四次息 所以變成了 作為一隻可以拿的股份 我覺得可以考慮 運動市最壞的是甚麼呢 真的叫做成交量不滿了 如果有一刻想沽貨的時間 可能價錢不太好 但是怎樣也好 有貨來收下息的 這隻都可以的 好 然後我知道Stanley 除了和我們回股之後 還有一些關於科技股的想法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的 因為這隻推介股份 沒有甚麼要說的 所以人家有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其他的看法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 科技股 沒錯 我先說是新意網 新意網是真的差的 今天股價都再創 是近一點的低位 是的 但是我先說回 整個科技板塊的形態也好 形勢也好 今年和上年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上年你可以說 每一次大家 見一些科技股叫做跌的時候 又可以去買一些這樣 但是今年又不是 今年你可能會發現到 不是的 買完之後又不斷跌 又跌的 可能再加完注之後又跌下去 你只可以說整個形勢改變了 還有因為我覺得 今年是整個市場的氣氛 我想不要說對科技股 甚至乎你可以說 大市的去向 不是那麼明明確 沒有那麼大的方向 沒有 上年有很直接的一條線向上 是的 還有因為科技股本身 他們的股值相對比較高 所以當你解釋市況 真的可能轉入了時間 這一類科技股的股值 是會受到一些影響的 所以你說為什麼他們的股價 會表現比較差 這個是原因 另外特別是新網 可能因為本身 它的流通性 那些東西 就算也不是算太厲害 所以一旦有些比較顯著 比較大的顧客的時間 已經有一個大的震盪 但是現階段沒有的 我都會覺得有貨的話 先拿著它 但是如果大家 真的拿著貨比較多的話 沒有 有時候這些就是 你又好像我這樣拿著它 如果不然的話 自己選一選榜 這樣會比較好些 但是要等於業績的因素 因為其實這堆的板塊 有沒有機會說 真的叫做是翻新呢 又不是又沒有的 但是很關鍵就是 它業績之後的時間 對不對版 如果OK的話 我相信科技的板塊 是有機會重拾回升勢 好 麻煩Stanley 跟我們分享了 他對科技股最新的看法 另外在入主題之前 入外正題之前 是的 Stanley 也有股份要講 就是俄女148 我記得今天做節目的時候 也有不少觀眾 想問你這隻股份 我只見很多人不問 所以我才特意想說多一點 我對同事都有問題 Stanley 沒錯 為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說股價跌 都正常 大家知道那個情況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買 有兩個日子要留意 哪兩個日子 一個就是5月7號 5月7號就是說 因為本身有很多的 叫做一些街商 或者一些叫做美籍的人士 即是美裔的人士 他在那天之前 可能要將很多的 跟俄裏相關一些的 叫做一些交易 或者一些叫做債務 股權那些 要全部轉移給其他人 所以變成就是說 有機會在5月7號之前的時間 它的股價會有很大的波動 甚至有很大的估劃 但是另一個日子就是 6月5號的時間 當日就是說 美國正式有一個制裁令 正是一些生效的日子 所以就變成這兩個日子 我覺得對於俄裏是有些 即不是說俄裏 對於一些關於俄羅斯相關的 一些範疇的公司 都是有些比較大的影響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 你博不博著呢 都不建議大家考慮著 還有下個月初 下個月初會再跟大家 再研究一下這間公司 一些最新的情況 好啊 看到俄裏 今天曾經都見過低位 一個三回一 但一個反彈 現在就在報一個五毫半 升至七個百分之九 但是Stanley 建議大家 不移尖收著 可能等遲些 等他再有多些想法 多些研究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都研究了 不過我未是時候 跟大家研究 下個月初 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好啊 我們就等下個月初 再和Stanley 談談這隻俄裏 好了 Stanley 講完這麼多話之後 我們今天主題 好啊 你有推介的股份 不如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隻股份 好嗎 為什麼會選呢 有沒有心水 有沒有什麼原因 是不是跟市房都有關係 有的 通常市房這麼波動的話 只有兩類股份 我覺得可以選 現在 第一就是說 基本上那個業務 是完全不受市房影響 你可以說一些 公用股的概念 第二就是說 它有些賣點 就是說 它能夠抗一些力 比較高一些的股份 那抗一些高的股份 那抗一些高的股份 有些什麼 叫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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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一些的支持 第二就是說 那現金值是比較高的 叫多錢 叫多錢 那如果要有這些範疇 這些條件股份 其實市面上 有多不多 又不算 就不算 特別多 那這隻之前和大家有分享過的 不過都開股了 就是517 中遠海運 好啊 那我照著和大家 簡介一下 中軟海運 517的業務 先 看見都列了幾項出來 有生產和銷售集裝箱 船舶及工業用重負塗料 船舶設備及備件的貿易 船舶貿易代理等等 Stanley 其實你怎樣看它的本業 因為剛才你說到現在選股 可能就是選一些色高或多錢 你又覺得它這個本業是否OK 其實你從本業去看的話 其實你說有沒有一些可以有很厲害的增長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你只可以說因為這個業務的範疇 和航運市場比較直接的關係 假設你說航運業的景氣是好的話 按道理它不會太差 但是突然轉了 你說好像前幾年的時間 當航運業出了一個運力過剩的時間 其實你看這個板塊的表現是一般的 不是太理想 所以這個板塊都說多話小話 都跟全球的貿易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比較好處 對於中央海運的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它都是中軟系的 可能你說那一系有很多的船舶 甚至乎其他的碼頭相關 航運相關的範疇 公司都能夠參與得到 有些受惠度 受惠度 所以你只可以說它的業務比較穩定 但是通常你做一些沒有公司的生意的話 你的毛利路就自然會跌 這些不會受惠度 你沒有公司的 所以變成它那個業務 你只可以說是比較穩定 但是有沒有一些大的驚喜 暫時就見不到 即它的本業可能就平穩發展 但有些特別的驚喜的話 可能就未必這麼快會有 接著我們就落下一版 就看看2017年中軟海運的業績是怎樣 看到了 列了幾項出來 比如收入也升了一成八 毛利就升了一成半 而毛利率就下降了0.19個百分點 而股東應佔日利即上利就升了五成 而每股盈利就升了五成 每股的股息也有兩成四 Stanley 整體的業績是否算是不再不過不失 純粹業績的話 大數又可以的 有大概五成多收貨 但是你看到公司的本業 即毛利、微毛利率的情況 其實都是一般的 都是一些一次性的收益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但是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公司的派息 其實這次是比較慷慨 如果你看到上年的時間 即2016年的時間 其實公司的股息 那個派信 其實不是多 但是當中有一個特別息 有一個五成的特別息 但如果你看到這次2017年的時間 其實真的在末期的時間 公司的派息是挺不錯的 那是派成十二先的 所以你可以說 似乎公司的派息政策 我會覺得好像改善了 甚至派息是多了 當然這也同時 公司本身的財政狀況 有些比較大的關係 是不是 多錢 多錢 我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為何會有這麼多錢 轉去和大家談 但是如果這份業式的話 你只要可以說是收貨OK的 但是我比較關注 或者擔心是一個一次性的情況 好 接著我們又再落下一版 就看看中遠海運 各項業務的表現 剛才也說到 業務分了幾類 其實這裡也列出來了 由塗料銷售 貿易代理佣金 保險顧問 一般貿易等等 由數據來看 Stanley 有沒有特別亮點 告訴大家 是否同樣都是一般般持平 我先集中講一下 這一版的情況 論業績的表現 大家會見得到 基本上各項來計算 都有一個變幅 即是有些改善 因為到時一般貿易做得比較差 變幅的收入方面其實是跌了 另外你看看其他的範疇 例如好像塗料 好像貿易代理這些 甚至乎燃料方面來說 都有一個增長 增長大概兩成至三成左右 不過 如果看回對於公司來講 佔比可能是太大 但是利用貢獻比較多 反而是有設備那一堆 所以說是七尿和設備那一堆 其實增長都叫做 即是那兩個的收入戰備 其實就不是很牽著 一成多左右 一成多 加上是兩成三 兩成四處一斤 但問題是因為本身的燃料業務那邊 雖然燃料板是很強的 但出來的貢獻 其實又不是太多 所以你只可以說 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這一個情況 但你再看一看 跳一跳板 跳下板再下板 你會比較清楚知道 這個情況 我們再下兩板 這板 再下一個圖表看 這就是日理貢獻的情況 你會看到 其實好像剛剛提及到 好像那個燃料方面的話 基本上那個收入 那是一七年的時間 那是五十八億多的 但你看到那個理論貢獻 其實只有一千五萬 你可以說做生意差不多成五十幾億 但其實那個貢獻只有千幾萬 這些是做很多 但那個貢獻其實是不太OK的 但是相反的 你看到一些貢獻方面 還有一些 一些叫做漆料方面 其實貢獻相對比較大 特別是船舖貢獻方面 你看到那個燃業額方面 其實又不算很多 那是一億三千幾萬 但是那個日理方面 那是七千幾萬 是 七千八百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這間公司很有趣 它做很多時候一些 叫做 core 核心業務 可能譬如像那些叫做燃料 七料那些 你看到那個銷售都很厲害 但是那個貢獻其實又不大 當然這些可能 或者說小澤剛剛那個情況 就是說 你跟武企做生意 那你變成武企 給你那個利潤 也不太多 可能是要夠量去補回那個利潤 但是你看到這份業績的話 就這樣看下去 其實你說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很大的驚喜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所以我規了翻譯 其實終於海運這一間公司 你只能說它的業務 是比較平穩發展的 但是Stanley 你剛才說到 可能它的業務 有這麼特別的因素在 你現在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可能它會不會做多一些 可能就是船舶貿易 那些當面的東西 讓它的收入也會多一些 其實公司本身又很奇怪 你問我這一間公司 其實它那個叫做可塑性很高 基本上它發展的範疇可以很高 因為你可以說它又是中原系 而且它的業務本身又很大 假設你說有些叫做注資的概念 其實它可以有很多 因為你本身 通常我們說注資 就分幾樣東西 為什麼分幾樣東西呢 最主要就是 比如說 解釋你可能沒有公司有的資產 這樣是很優質的 可能你會在公司收購這個資產 甚至乎就是說 可能發生股去收購 公司的資產回來 或者甚至乎再進取一些 就是說自己有錢出去買一些東西回來 但是似乎公司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不是沒有做過 有做過的 但它的規模其實很小 所以你只可以說 公司有這樣的潛力去做 但是又好像 又沒有太多的成合見得到 或者又沒有什麼動力去 他本身有錢去做的 但好像又不見他特別積極 好了 我們上一版就看它的業務 剛才Stanley 也有說到 它的業務的表現是怎樣 其實實際上也想問多一點 Stanley 接下來的情況 是不是都會有些改善 我看到你寫著 說分部業務表現大部份都見到改善 你見到有改善 但是你說是否一個 很強勁的改進 也不知道是 所以你說 其實它的業務 嚴格上去說 你只能說表現是持平 不過不如直接說去賣點 說持後幾版 其實這間公司很有趣 就是講現金最實際 因為這間公司 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支柱 就是這個 就是在收益方面 這個叫做財務收益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本身有些資金 可能用來收息也好 可能擺定存也好 有些回報 你會見到17年的時間 這間公司收息是1億2千多萬 上年的時間是9千多萬 但是它有一個財務成本 可能也有一些叫短期的 像泰文銀行借的融資 有一個支出的 但是財務收息剩下 是1億1900多萬 這間公司看到它按年的時間 差不多是三成八 是不是 那你這筆數 和它那個叫做股東應戰利用相比的話 其實這筆數佔比足足 差不多三成三有多 就是你可以說 其實這間公司 怎樣計算 就是它的本業方面 其實真的可以說沒什麼驚喜 這筆數反而出到來 其實是很誇張的 是呀 佔大一上的 如果用存款加現金等值的話 就是用60多億 對 沒錯 總負債是13億多 如果這樣計算 撇除這筆數的話 其實公司的淨資產值 都有82億多 還有就是說 假設你撇除一些負債也好 公司是有一個淨現金的情況 所以很有趣的 這間公司的NAV 是5.3毫多的 但問題是它的現金值 是4.2毫多 其實是挺誇張的數字 嘩 就這樣聽 都已經覺得這間公司 其實都可不可以叫做踏水 Stanley 很踏水 是的 公司很踏水 還有其實你查回我們517的股價 其實它現在才3.1毫多 但見到它每股的現金值 已經4.2毫多 然後每股的資產淨值 都5.2毫多 其實是否都很划算 Stanley 這筆分 又這麼說 因為這間公司會有這個狀況 應該出現這個情況 事業員就說在以往的時間 它持續了一間軟洋地產的股份 就是MX 3.9 但之後公司就叫做減持完之後 變成可以套現一些舊錢回來 但這個錢真的你可以說擺到 然後你說每些動作都做過 它有做一些拼購 但是很小規模 但如果看公司的一些基本資料 它的現價P是有13倍多 你說是否很高 估值上又不算是 很高又不算是很低的 就是比較平均一些 所以這次來講是高的 因為剛剛提升到 這次派市比較慷慨一些 你說每股現金值 其實現價還要高的 但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其實很多公司是有趣的 你可以說很多公司 其實在上次公司裡面 現金值高的股份 其實不只是5.17隻 其實還有一些是個別來講 都是比較高的 但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字樣呢 其實除非你有一刻 你把這些錢派出來 派出來的時間 你才可以體現這個價值 假設你現在突然間 中原是將所有的 屬於這間公司 把現金值派完的話 其實有點不合理 因為它的股價也未到這個價 假設你這樣做的話 你的股價即時會有一個反應 就抽到這個水平 甚至乎更高的水平 你要這樣做的話 才有可能做到這個效果 但你有錢放在那裡 你一天都不用它的話 其實這個折讓 可能是可以失落得到的 很難的 所以就變成你說 就看看公司之後的 發展怎樣做法 你可以說 想把股價也好 你可以派錢 也可以做一些騙友的部署 甚至乎回購股份 所以你說其實公司可以做的事 就真的很多 但最主要是因為公司的錢多 但公司怎樣做法 就要看公司之後自己的一些意向 正如剛才Stanley 也有說到 這隻股份其實很有潛力 只不過是欠了他怎樣處理 怎樣做 你可以這樣說 只要他的價格現在延價低於現金值的話 其實就變成了他的價值在那裡 但問題是 他怎樣將這個價值叫我 釋放出來 就真的看看公司有什麼安排 好啊 看完一些理好因素之後 我們又再落到一版 和Stanley 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如果買這隻股份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風險 因素我們繼續留意的呢 其實剛剛都說了 第一 本業都是比較多的挑戰 你很難期待有什麼驚喜的地方 特別的亮點 沒有 沒有 但又真的看公司是有沒有一些的搞作 還有剛剛提及到 沒錯 你真的閒錢了真的很多 其實你派這樣出去 我想已經對他的股價大有幫助 但問題是他一天都不做這些動作 甚至乎不做一些作為的時間 這個智陽的幅度就很難去改變 沒錯 好 明白的 Stanley 都要問你了 最後你這個投資部署是怎樣 見到中遠海運中五收市價 就補3.1 你的部署策略又是怎樣 都是現價去買的 這些都不用想太多的 都是現價的 反正都是四個月這個位置 所以就變成大家這位置都可以考慮 而且都是不節止蝕的 都不用理會 都是中長線持有的 好 麻煩你Stanley 跟我們分析了這麼多的股份 還有幫我們推介了中遠海運 都和你申報了 剛才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新義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Stanley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